你知道吗,山西面食替尖敏尖其实应该写作替羹敏羹 众所周知,山西是碳水大盛,面食花样繁多 尤其是山西中部尽中盆底一带 形成了午饭必须来一碗煮制面食的习惯 和南方人的米饭一样,雷打不动 替尖敏尖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两种 因为其制作效率高,口感好,很多饭店都会去做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替尖敏尖这个词跟尖 它的本字真的是这么写吗? 在陕西的一些地方,敏尖也写作敏捷 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几乎所有的午饭煮制面食 都可以用这个词根来命名 比如说山西焚羊,替尖叫贴甲,敏尖叫敏甲,擦尖叫擦甲 小拉面叫气甲,手擀面刀切面叫底甲切甲 刀剥面叫八甲,疙瘩汤叫做不甲 少量的几根面叫米甲甲 这种颇具体系的命名方式让我们意识到 这个民间俗写作尖结的词根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字 替尖的尖源自太原餐饮业 在太原方言里,贴阶命阶的这个阶和这个尖锐的阶恰好同音都读阶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这个肩符合替尖两头肩的这个面条形态 省城的影响力之大,使得肩成了山西绝大多数饭店的写法 然而这个写法并不是由来已久 在民国时期的徐沟县制里 作者刘文炳在记录替尖敏尖擦尖的时候 并没有使用肩这个如今人所共知的写法 而是仅仅由注音符号注了音 这表明在民国时代,肩字用在面识名字里还没有通行 目前最早可考的这个替尖的写法 出现在1958年 山西粮油厅和太原粮油局共同出版的一个菜谱里面 而且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山西方言里 这个面识词跟读音都符合这个肩 比如刚才提到的山西焚羊 还有笑意化临线化里面 这个读作甲,比如说贴甲,命甲 焚羊话里面的这个尖锐的尖白读音说吉 比如说吉子 文读音读箱,就是箱里,都不符合这个贴甲,命甲的读音 而且从意象上看 如果说贴甲,命甲确实符合尖尖的这个形状 那拉面这个起甲 尤其是疙瘩汤这个补甲 实在是和尖的意象联系不上 于是就有人试图尝试用其他的字来解释 比如刚才提到的陕北的敏捷 被解释成是一节一节的短面条 也有人把疙瘩汤写作半家 意思是珍贵的庄甲,舍不得吃干饭 所以半成疙瘩,节省粮食 很显然这些写法无论从读音还是意思上都有很多问题 那作为一个敬语方言博主 我们必须攻克一下这个正字考证的难题 不能让古老独特的山西面识就这样写得不明不白的 我们知道方言正字考证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因译结合 既要求读音符合不同方言里这个字的读音 还要从意思上符合古今典籍的解释 那我们开门见山 经过严谨考证的结果 这个字是庚,替庚,敏庚 相信屏幕前的你一定大为震惊 这个字不是读庚吗 而且意思是浓汤糊糊的意思 你要说音译结合这不扯淡吗 别着急,且听我细细道来 先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山西方言里传统上庚地这个词怎么读吗 只要稍微问一些年长熟悉农事农业的人 就会知道在山西中部的静中旅梁,静南的临分运城 还有陕西沿黄河一带 庚地读夹地或者节地 我们等一下会播放一些录音 这是为什么呢 庚和这个夹节读音也差得太远了吧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几个字 在刚才提到的这篇方言区里 很多普通话读后鼻音恩的字 在口语白读音本土词汇里都是读 鸭耶这些运母 比如说樊样化 彭子的彭读啪 比如说达格啪啪,菜啪啪 蹦列的蹦读啪 比如说啪啪啪,啪虎字 蹦达的蹦也是读啪 无子啪,啪的格 蒙列的蒙读啪 比如说啪不佛,啪语 牛蒙的蒙读啪,比如说啪语 冷热的冷读啪,比如说手啪这啪 等等等等,不胜没举 这种现象其实从唐朝五代宋朝的西北汉语方言就已经出现了 唐五代西北方言虽然没有留下录音或者运输 但是学者根据出土文献 发现了当时用西下语和藏语给汉读注音的材料 以此研究出了唐五代西北方言的语音特征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鼻音运辐,嗯的脱落 说的简化一些,就是有大量普通话今天读后鼻音,音,嗯,嗯的字 在唐五代西北方言里是读没有鼻音的开音节悦母 这在现代静语核心地区的静中旅梁,静南和其周边得到了系统性的继承 当然在西北一些地方也有零星体现 我们之前在好几个焚样方言相关的视频里都有反复提到过这个特征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普通话读恩韵母 静语方言读呀,耶韵母 就是这种鼻音脱落现象的一个体现 而具体到耕地的耕 在静语方言中也发生了同类型的音变 它在静语里读音本来曾经是嘎嘎 但是由于歌声母在遇到一戒音的时候 在北方发生了恶化现象 于是演化成了今天耕地读夹地,节地的面貌 那这和我们面识词根替尖闽尖的本字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接下来通过对比焚羊、林献、平遥 于字太古五个方言里 面识词根和耕地、尖子、家具这些字的读音 来揭示其中的奥秘 首先是焚羊 甲地、贴甲、鸡子、甲之 林献 甲地、面夹、节子、甲具 平遥 甲地、拔甲、节子、甲具 于次 甲地、贴甲、节子、甲具 最后是太古 甲地、贴甲、节子、甲具 你看我们通过对比这些方言 发现这个替尖闽尖词根的读音在各个方言里 有时候和他们本方言的夹字读音相同 比如说焚羊、林献 而有的时候和他们方言里这个尖字的读音相同 比如平遥和鱼刺 有的时候这个面识词根跟尖和加读音都不相同 比如太古 但是这些方言里面 替尖闽尖词根的读音 都总是和他们本方言里 甲地的甲读音完全相同 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 我们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确认 这个山西面识词根的本字和甲地的甲 在历史上拥有完全相同的音韵地位 我们翻开代表中古汉语的古代运书广运 发现耕地的耕和汤耕的耕 都属于音韵学上叫做耿舍二等开口的韵类 声母声调也完全相同 这代表汤耕的耕在禁语方言里 是完全可以读加和接的 而且是和各地方言里面 面识词根的读音完全相符的 至此我们解决了耕这个字的音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攻克意 也就是耕字所指代的意向问题 我们今天的人看到耕字 首先联想的是那种流制糊糊浓汤性质的食品 这使得我们很难将它和山西午饭的煮制面食联系到一起 然而耕的本意真的如此吗 怀着疑问 我们试着从古代汉语中耕的含义来寻找答案 翻开古今驯骨的工具书顾驯汇转 我们可以查到耕字历代的运用和注释 我们发现耕最早是指煮食的肉类 和浓汤并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说耕肉有知也 后来耕的做法逐渐多变 因此说切肉和菜调和以五味为之羹 再后来食材进一步丰富 不局限于肉和菜 所以说饼耳卖饭干豆羹 我们看到一直以来 羹的逊势都是在强调带有汁的食品 其实是以固态为主 汁液为辅的主制食品 对此其他古汉语的词书也都认为 羹是指肉类或菜书制成的带浓汁的食物 并且指出大约在糖以后 羹的所指才逐渐和汤开始混淆 仅仅通过古籍的描述 我们可能仍然无法对羹的所指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我们不妨从一直以来远离北方战乱 衣冠难度的南方 看一看羹到底是指哪类食物 这个是南方的肉羹 这个是南方的鱼羹 这个是南方的面羹 是不是一下就发现 南方的羹明显和北方人对羹的印象不同 南方的羹与古文献所描述的羹更加符合 都是以固体为主 汁液为辅的主制食物 而并非流制和浓汤的形状 这让我们豁然开朗 因为这些羹和山西午饭的主制面食 性状做法如出一辙 山西的剃尖米尖半尖 这些经过烹煮以后带有汁的食物 有时候直接在锅里调和五味 有时候捞出来再加以佐料 种种迹象印证的这个加阶 也就是羹字 是山西人从古代继承下来 对主食料理的命名方式 在面食发达肉食缺少的三进 形成了以各种形状的面 来下锅制羹的饮食习俗 无论从羹的音韵 还是从羹的意象 都继承和保留了古代的印记 宋代民俗小百科 碎石杂技里面有一段话 惊人以绿豆粉为蝌蚪羹 这里的蝌蚪羹 正是山西很多地方称之为 敏蚌蚪擦蚪的面食 有的地方也叫敏尖擦尖 其实就是敏羹擦羹 同样是宋代 东京梦华录卷寺中记载 汴京的饭店里 针对不同食量的客人 提供面条和焦头各半的合羹 或者半分量的单羹 这些都是羹字运用在 主制面食里的一些直接例证 而在山西近东南 那里的方言和静中旅量 近南差别较大 但这正好可以为我们跨方言对比 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在沁水县端氏镇方言里 有不乱羹 意思是半汤 也就是疙瘩汤 还有杂面羹 指的是杂粮面做的面条 虽然这里作者写的是羹 但实际上跟上面的不乱羹的羹 是同音同调的 所以极有可能就是杂面羹 因为在焚羊和平遥西乡方言里 半汤叫补甲 面条叫咪甲甲 和沁水方言里的构词方式是一致的 从以额传额的肩 加阶到步步明朗的羹 山西主制面食的独特体系 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有人认为 民间俗写肩就可以了 大家看懂就行 诚然我们无力左右民间的俗写 然而当我们清楚的知道 这个面食本子是羹的时候 当我们向周围人推广羹原油的时候 当饭店菜单招牌 开始写剃羹 擦羹 扯羹 拌羹 拨羹的时候 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 是替兼敏捷 半家所不能代替的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静语核心区方言 继承了唐五代西北方音 鼻韵韵韵韵脱落的特色 羹这个字是读加和接 这个读音和主制面食的词羹 完全相合 而羹这个字在历史上 所指代的意象和现代南方羹时 所表现出来的特色 符合山西主制面食的性质 所以写成替羹 敏羹 半羹 扯羹 杆羹 面羹羹 才是真正正确的写法 你了解了吗 关注我了解更多静语方言的奥秘